我今天跟當兵的海陸弟兄來爬屏風山 他將為你獻唱一首海軍陸戰隊隊歌 預備唱! 歡迎來到月仁VLOG第四集 今天要去屏風山 先要從嘉義搭車去台中 跟一個之前爬山的朋友會合 現在來到嘉義轉運站 現在早上9點多 然後我們現在在中港轉運站 然後在等我朋友來載我 最近的全年在哪? 我們在全年做最後的補給 買了明天的早餐跟等一下要吃的香蕉 剛剛跟阿翔說兩邊全茶餘在那邊 就要去屏風山了 我們現在在烏魚社找個地方吃屏風山 決定吃這間 保育的店 豬 來來來來來 我看一下 整碗的豬血 現在來到河灣山 我們讓車子休息一下 從河灣山這邊下去 很快就會到屏風山的正山 屏風山 等一下要去 注意 注意 現在的新路是你要從大玉林那邊 然後下起來 然後再走到屏風山 太誇張了 看得到花蓮的海了 這是海平面路 七星坦在那邊 下降雞皮擦 他這邊很可愛 直接在路邊開了一個巷子 小口 我們現在在屏風山的登山口 準備出發 Go 編號001 我們要走到100 我們今天要從 登山口一直下切 下切到西 然後他沿路的 都有做這種告示牌 002 然後從1到100 100就剛好登頂 所以雖然路基應該都還算蠻好走的 我們安排兩天的行程 今天 預計 走到松真營地 然後目前一整趟路幾乎都是下坡 剛開始下坡 就那麼硬 我們短短的下坡 第二次走錯路 不要覺得踩在一整片的枫葉林裡面 好像很浪漫 其實這高難走 屏風山就在這裡 我們現在剛過溪 然後現在這個有點誇張 就是上去之後的邊坡幾乎是沒有踏底 你 муж 然後他現在一過來就是一連串的抖上 然後他現在一過來就是一連串的抖上 那時候在這裏 我們今天預計走到41 就可以休息了 一路都是下坡 今天要苦苦了 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惡地 感覺就是 之前吐石流過的地方 我們現在走了一大段路 來到這個塔赤基里西的溪潮 很快的我們就來到了鐵線橋 這個鐵線橋經過泰魯閣國家公園的一番整修 已經不是鐵線的樣子 然後距離我們營地應該已經不遠了 我們剛過了鐵線橋 然後就又要一路陡深 天啊 爬上了那個陡坡 現在來到這邊稍微比較平緩了 好喘 當這種路基難以辨別的時候 就是跟著布條走 哎呀 三十三 三三來遲 剛剛從鐵線橋那邊過來 爬上了一個很大的坡 然後現在又要下跌到接近溪谷的地方 就是這樣不停的又上又下 松貞營地就在眼前 我們在遠處已經看到有人搭棚扎營 這個是個蠻熟悉的營地 而且還蠻多人的喔 現在五點多 然後天質已經差不多 按下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取水 人家不是說水往低處流嗎 為什麼我們是往上 正哪有五分鐘啊 超遠的 好冰喔 好冰喔 耶 我們到了晚餐時間 想說山上天氣應該很冷 很冷就讓我想到 那時候在馬祖吃的老酒麵線 我覺得很厲害 我們晚餐還搭配著雞胸肉 玉米筍 這是我們今天的加菜料理 是來一刻的鮮蝦魚板 差點就吃土了 老酒麵線 準備睡覺了 現在早上五點半左右 我們現在要準備出發去爬平方山 平方山 準備夠夠了 OK 我們現在準備往前走了 不知不覺走到了五十 走兩天才走一半 天啊 我們經過腳段的爬升 現在來到這個 松貞夜林的平緩道 走起來還蠻酥 但目前沒有想像中難走 看來難走的應該還能到 61 我燈可以關了 天亮了 這種松貞夜林很容易 因為幾乎沒有路 所以它很貼心的在這邊 設了一個圍網 告訴我們要往這邊走 我們走到七十了 同時也走到快七十了 現在是一路上的陡山 一樣 我們現在走這一段 發現很像雪山裡面的黑森林 好不容易走到八十了 松雪樓在我們正對面 現在早上八點左右 然後我們已經走出剛剛那片黑森林 我們眼前那個白白的路面都還是結霜了 現在海拔來到三千應該有了 我們這一路最後的二十個 現在都是一路陡上走的超崩潰的 可以看一看眼前的路都是斜的 我們大概走到編號九十號 這邊是一個是亂石區 我們現在來到編號九十 剩下十個路牌就完成了這兩天的目標 黃光已經灑進來了 這靠臉吃飯的人一定不能走這種路 沿路都是這種橋壁 我們歷經千辛旺走到編號一百 屏風山 Yeah 屏風山 完全沒有什麼展望的一個 終橫屍辣 終於在這一刻完成了 我們要準備下山了 然後現在從屏風山看到這個001 真的是會崩潰 然後再從一走到一百 一走到一百 天啊 這一大段都是幾斗下坡 剛剛怎麼抖上 現在就要怎麼抖下 我現在走得很厭世 從 三角點 屏風山上面這樣走起來 一路都在煞車 因為太陡了 這顆神木是我們早上經過 完全沒有注意到 真的有夠大 我們剛剛在路上看到一隻小山羌 因為歷經真的是千辛萬苦 終於回到溪谷了 這隻水袋太少了 所以直接喝這裡的水 超清澈的 我們再一次的走回營地了 要準備往下三下走 現在應該已經離我們預計的時間一點多 超過太多太多 我現在已經兩點半 快三點了 我們今天應該 沒有機會摸黑 走吧 這裡是鐵線橋營地 過去之後就開始都是上坡了 我們現在在圍塵的路上 這是最後的一個牌子 現在差不多五點半 走到摸黑 太累了 我們剛剛在前方 稍微看到尾弱的 路燈 距離燈山口 應該已經快到了 這一次爬山 爬到最後 爬到虛脫的感覺 98 現在六點半 已經摸黑走一段時間了 我們從兩點三十幾 走到現在六點半 走走燈山口了 真的太累了 下次 隨時都可以 每次九 回城的時候真的是 叫苦連天 要感謝我的好隊友 一路的香品跟 等待 停泳山 走完了 花了兩天一夜 掰掰 希望越人Vlog第四集 你會喜歡 經歷 除了 明天 我們會期待 開了 廣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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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